我們土耳其的廚房量非常多 人員忙忙忙 人手不足下 旅行社已有200位員工 但還要再找五六十人來幫忙 疫情期間我們流失的一些同仁 我們也希望能夠儘快的一個 這個補足 那當然也是迎接 就是旅遊的一個 比較成長的一個趨勢來看的話 我們在人力上面的需求 還是有大量的一個需求 不只這一間 來到另一間旅行社 總部正在對員工上課訓練 跟團買機票這些 本來只有員工有福利 要擴及到家屬 另外還有激勵獎金 就希望用這些福利 來把這些座位全部補滿 喊出激勵獎金發放額度沒有上線 因為要徵求的人才至少要在五十位 我們也希望能夠擴及家屬 因為我們希望有家人 在我們公司上班 他會很驕傲 會很有這樣的榮耀 接下來當然各式的員工教育訓練 KTV 員工聚餐 還有健康檢查 也是很重要的員工福利 目前其實我們已經開出了 上班的職缺 不論從我的規劃人員 或者是IT 財務 行銷 大手筆寄出五千萬 要幫每位員工平均加薪三千塊 因為想要再吸引800名新手上門 更缺人的地方還有這兒 堆積如山的行李箱 還有大排長樓的隊伍 這些都需要機場營運人員來協助 尤其為了第三行下做準備 桃園機場公司更啟動招募計劃 開出薪資從三萬七千多塊到七萬七千多塊 寄出高薪加薪甚至高額獎金 就看能不能補滿人才心血 搶工出國旅遊商機 東森財經新聞毛招品 劉瑩瑩在台湖島